大家好 升旗得道 今天是2024年2月14日 今天是星期三 繼續 是農曆年 今年甲晨年 是來到大年初五 今天 大年初五應該 傳統上就是刑財神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刑財神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說 香港的銀行業 有些時候 財神來不來 跟你的決定是有關的 你總不能夠 叫 財神去遷就你的 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黃大仙和車工 也是很忠實地把 香港的情況說了出來 所以有時候 有人會問 也沒有財神的 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看 如果你 做的事永遠 跟財神的方向是相反的話 你又覺得你會不會贏到財神呢 今天2月14日同一時間是情人節 也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這一節我們鏡頭一轉 要研究中國大陸 當前的形勢 中國大陸當前的形勢 當然是跟財神越走越遠 不單是跟財神越走越遠 跟溫神越走越邁 甚至乎 連同你 結盟的溫神 都開始出賣你了 所以 農曆新年跟大家說一下 玄學角度 其實中國大陸 你真的可以說 是刻意送走財神 中國大陸如果以 國際關係來計算 哪個國家 是中國大陸的財神 我相信應該大家都想到 中國大陸的財神正正就是美國 而偏偏中國大陸 是要當正財神是溫神 要施展全力對付美國 那你說到底 財神還會不會在中國大陸出現呢 所以有些時候你換了一些字眼你就知道 是有問題的了 這一班 喜歡說自己愛國 經常罵人是美國走狗的人 你就這樣聽一句話當然很難聽 但是如果美國是財神呢 你會不會 在農曆年罵那些 想向拜神去拜財神的人 是這個財神的走狗呢 中國共產黨最喜歡就是把那些負面的字眼 全部 塞給你 好的字眼就全部自己拿走了 所以 再好聽的話也幫不了你的 你們何嘗 擁護習近平不是習近平的走狗呢 坦白說做習近平的走狗 比做中共的走狗還要更加低下 這一節我們要討論的是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有財神不要也不僅僅 還要走去困住一些瘟神 瘟神就是俄羅斯 還要不僅僅 有財神要 找瘟神 瘟神還要出賣你 中國大陸 真的想不出事也挺難 這節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6號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5號 痛擊立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大家記得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方法很簡單 欣賞 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 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請經濟能力許好的聽眾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仍然有 Patreon獨家優先節目 不定時放在Patreon頻道 敬請各位 幫忙支持 我剛才所說的是比喻 當然美國不是真真正正 是神 而是說一個比喻 美國跟你做生意就是做了你財神 正如有很多人覺得 說回大陸做生意 是沒有問題的 當有錢賺的時候 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沒有錢賺之餘 還要有政治任務交給你 這就是大問題 中國大陸不單止 跟美國徹底反面 而且更加跟瘟神 俄羅斯 走在一起 俄羅斯絕對可以在世界上 被稱之為瘟神 因為全世界 都不妥俄羅斯 不妥俄羅斯的 不單止 是西方國家 還包括大量在俄羅斯周邊的國家 包括 俄羅斯的盟友 例如 亞美尼亞 所以俄羅斯真是變成了世界公敵 尤其是 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 這邊商 烏克蘭戰爭還未解決 那邊商 普京 俄羅斯就飛撲出來 想把矛頭 推給中國大陸 還要 群埋瘟神 被瘟神背後插一刀 中國大陸 這樣做事方法 所以你說有甚麼可能 可以贏到財神 如果真是財神回答你 我給了生意你做了 你自己翻桌了 我給了整條 華爾街的金融 推下來給你中國大陸搞A股 你又不做 你就是弄得壞了 你還說要以美國為敵 請問如何幫你 其實講開又講 香港也是差不多的 今天大連初五也是要說的 所以如果 閣下 講這個玄學角度 如果你 是做些事 是跟現實 客觀的情況 是相矛盾的時候 你又去求財神 你覺得 財神幫不幫到你呢 香港就是類似的情況 香港 將原本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徹底親手打碎 然後再將 國際大都會 的 形象 還有地位 打破了 原本 香港是一個中西合璧 有大量外資盤踞的地方 但是 香港 親手 將大量的外資送走 而在 香港的那班鬼佬 坦白說 他們的眼光是有問題的 但是不單止是眼光問題 實際上他們也沒有辦法的 因為他們的 生意的重心就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有很多 在香港做生意的英資 他們根本沒有能力 回到英國 重振英國的市場 正正就是剛才所說的幾家銀行 例如渣打 還有匯豐 匯豐 在英國 不算是大銀行 雖然他的 按揭業務在英國也算不錯 但是最大的銀行就沒有匯豐份 而他做按揭 做得好的原因正正是因為他掌握了 香港的市場 香港整個經濟是靠 樓市撐著 所以匯豐銀行就熟悉這個按揭業務 我們說回俄羅斯 俄羅斯的總統普京最近 接受美國 的新聞傳播人訪問 這個叫做Tucker Carlson 重點是甚麼呢 重點 是普京想出賣中國大陸 他說 俄羅斯 並不是美國的真正敵人 他說 無論是經濟規模和人口 俄羅斯也不是美國那一匹 即是說 他在暗示 美國的真正敵人是零有其一 實際上 人口和經濟 不斷說要挑戰美國的 其實真的只有一個國家 那個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以你說 中國大陸多蠢 你黏在瘟神上 瘟神就跟你有而無上限 回頭 接受訪問 跟你說 我現在要向美國伸出橄欖枝 敵人不是我 敵人在左邊 那個是中國大陸 其實現在世界的風向 的而且確是轉向這一邊 歐洲當然 仍然視俄羅斯 是主要的敵人 因為俄羅斯 的軍事威脅對歐洲是存在的 但是美國 美國 是有少少搖擺的 尤其是現在 特朗普的競選 出現了令人覺得他對俄羅斯問題的立場 飄忽不敵 關於特朗普的問題 我相信往後還要詳細討論和辯論 所以這一節我暫時也不說了 但是俄羅斯聞到一股味 就是聞到全世界包括 包括以美國為首 是徹底 將 中國大陸 當成跟俄羅斯沒有分別 徹底 要在各個領域 經濟 國防 軍事 要徹底封鎖中國大陸 所以 國際關係的博弈 站在普京的立場 如果 能夠 將中國大陸變成自己的盾牌 幫助自己擋住制裁 幫助自己擋住圍攻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態來的 本身邪惡俗心國家 就是互相出賣的 他們那種聯盟 跟西方世界 因為守護共同價值的那種聯盟 是不相同的 所以 你經常都看到的 民主的同盟 好像很懸弱 好像 好像很無力 但是 他們那個 原則沒有改變 你看到的民主國家 在人權問題 自由問題 是站得很硬正的 但是邪惡俗心國家呢 邪惡俗心國家就好像一班既得利益者 因為有共同利益 所以站在同一陣線一樣 例子就好像香港政府和地產商那樣 原本大家 是共生關係 但是現在 利益被打破了 互相 踐踏對方 互相載割 尤其是政府 收割地產商 所以 其實邪惡俗心就是這樣運作 當大家有共同利益的時候就可以站在一起 但是 如果大家的利益 是互相矛盾的時候 是異話不說 就出賣對方 中國大陸 不單止是叫做經濟崩潰 而且更加 是將自己 置身在一個這樣的地步 即是說 出賣了你 更加有好處 中國大陸其實真的可以用遇不可及來形容 我們今節 和大家暫時分析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Sharkshark的VPN 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亦是十分之快的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 我可以來解雲 行 我可以 啦 我可以了解雲 比如說 臨